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众所周知的毒蛇妇 他主持的节目中 有很多明星被他撕过 他的毒蛇有些狂 却没人敢说他狂 金星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他直言不讳 记得曾经含血都被他当场对过 小姑娘不敢吃活蚯饮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我想对艺人说的是 不要以为真人秀的钱就这么好挣 跟着贝尔去冒险 贝尔都吃了 你不知跟着去干嘛呢 去当被嫂啊 不过 韩雪也是当场很有素质的对回去了 因为这个事 金星还当场向韩雪道歉了 不过也是因为韩雪本身在娱乐圈 就是一名干净的女星 从没有过贝尔 家庭背景也非常强大 但是金星对过的这位明星 直接没能再哄起来 她就是萨鼎鼎 萨鼎鼎之前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女歌手 尤其是她那首啊 物声 很受网友的喜欢 但是在一次春晚上 萨鼎鼎不小心把话筒拿反了 但现场仍然有声音 于是萨鼎鼎的名气就一落千丈 后来 金星在节目中录的萨鼎鼎 一来安放她讲唱的是 二来曝出她的一些黑料 她称 萨鼎鼎 萨鼎鼎 零姓名和民族都可以改变 明明是山东大牛 居然穿起少数民族服装 唱起少数民族的歌 那不就是半夜翻墙 来找我的那个山东大牛吗 不仅这些 金星更是爆出来 更多的事情 网友们也表示对她很失望 很多网友表示 金星是一个充满真能量的明星 这件事做得很好 确实萨鼎鼎也算是自作自受 没有做到自己作为歌手该做的 不作为歌手预 abre read